凤小月卷官司后首线深公开活动 记者翁子涵社 记者翁子涵台北报导 台英婚协议人凤小月 日前被前经纪人翁静慧控告司接通告 遭求偿1300万元 双方闹上法院 高等法院7月10更依审改判 凤小月应赔偿近500万 身影多时的凤小月经回应 官司还在跑 一切交给公司处理 对于判决结果 当时凤小月的老板李烈表示会继续上诉 经凤小月出席潮流活动 被问及庞大求偿金额公司是否会扛下 凤小月低调地坛 仅回应 律师在处理 但没影响他工作 也透露今年都待在台湾 很少接工作 笑说我都忙着往河边海边跑 近来几乎消失在荧光幕的凤小月 也表示最近有在着手做音乐 等到作品好 时机对了会呈现给大家 并宣布之前有在中国拍摄电视剧 如果台湾有上的话 年底会再跟大家见面 没有的话再来就等明年了